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哥哥 可可 你有什么事吗 我找我哥哥 哥哥 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老师 我去取一下东西 好 你去吧 我们接着讲 眼镜老师 我有很重要的事 想请小雪和大宝宝帮忙 既然是很重要的事 那你们去吧 记得早点回来 好的老师 谁来背一下静夜丝 老师 我来 静夜丝 唐 李澜 眼镜老师 我找小贝 哎呀 今天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都这么忙 西娜 你找小贝有什么事 啊 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他们也没告诉我 我该怎么回答呀 幸福不能让老师破坏我们的计划 老师 现在有一个魔法实验 快要成功了 想要我帮她检验魔法效果 找凯琳不就好了吗 干嘛要找你呢 你又不会魔法 因为 因为 因为之前一直是小贝在帮我 她对我的实验最清楚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好 那你去吧 太高了 谢谢老师 哎呀 只剩下一个人了 这还怎么上课呀 老师 你放心吧 我会认真听讲 认真做笔记 然后把笔记给他们看 这样就不怕他们没听讲了 还有我 我也来帮哥哥姐姐帮记不记 看来只能这样了 那我们接着讲吧 哎 不对呀 黑暗魔王不是去拿东西吗 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老师 还是让我去看看吧 这样也好 你快去 记得把黑暗魔王带回来 好的 老师 等一下 我会被老师发现了吧 这是我的备用手机 有什么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大家怎么还没回来 兄妹也不给我打电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师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班里的学生 都进大雾里 再也没回来 他们不会也这样吧 别胡说 他们肯定会没事的 喂 兄妹 你找到黑暗魔王了吗 你们怎么还没回来 喂 能听到吗 兄妹 回答我 真奇怪 兄妹怎么不说话呢 老师 我 小心 不许胡说 老师 我不需要说那个 我想上厕所 那你去吧 现在快点回来 我知道了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小芯怎么也没回来 他们到底去哪了 我再等一会吧 如果他们还不回来 我就只能去找国王了 大家真的没回来 我还是赶紧去告诉国王吧 怎么突然停电了 好黑啊 谁来帮帮我 是谁在帮音乐 年轻老师 祝你生日快乐 你们 老师 我知道你很感动 别说了 快吃蛋糕吧 我都等不及了 太棒了 你急什么 这是老师的生日蛋糕 必须听老师的 哦 好吧 老师 你继续说吧 你们 你们真是 太棒了 弹心死我了 老师 你的脑子也太小了吧 小贝不许这么说到炫 好好好知道吧 小朋友们 你们猜到事情的真相了吗 如果猜到了 就讲给自己一颗小红心吧 我们下次再见